Hello 欢迎来到电影车车,我是乌区 今天我们试驾车型是全新的领克05家 那03家刚刚推出的时候,大家基本上是以好评居多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这台05家的推出 是不是能够继续提升领克高性能部门的升量 那外观部分的话呢,领克05其实颜值已经很高了嘛 那这台车做了什么改变呢 在前里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有碳纤维的前产 包括前保险杠两侧的话呢,有这种实际贯通的导流装置 也是方便去给刹车进行降温的 那既然提到了刹车方面的话呢 也要看看它的轮圈和轮胎 轮圈呢,它采用的是20英寸 首先要保持它的颜值好看 其次呢,就是它还是锻造的 所以皇下质量够轻 而轮胎方面呢,是米其林的PS4S系列 不论是街道还是你偶尔下载道都是可以应付的 然后其他细节方面的话呢 可以看到侧群也是有的,同样是碳纤维的 而这儿呢,就是标识了它身份的一个加号了 包括像是它的碳纤维翼上 朋友也可以看到专属的标识 另外呢,来到车身尾部的话呢 还可以看到双边四处的排气布局 以及扩散器都告诉你 它不是一台好惹的家伙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这么一抹邪魅的绿色的话 基本可以断定它就是一台零克零五夹了 内饰想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还是很出气的那一套零五的内饰 那主要的呢,就是因为它是一台零五夹 所以在用料方面的话,是以Alcantara为主的 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像是绿色的缝线啊 以及换脑拨片上也是有绿色来进行点缀的 整体营造出来的氛围呢,就是很年轻很运动 那和普通买车型不同呢 是它的仪表进行了重音的设计 它这个12.3英寸的全移镜仪表呢 内部的显示模式 它是以一个五连表的形式来显示的 除了最中间它有一个转速表之外 它还有换脑的提示灯啊 或者你也可以用来计时 整体来说的话,这个仪表就让你很有驾驭它的冲动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就把这台车开上路看着它的动态表现 动力方面呢,领克05家它是从原先的T5发动机 换装了现在的T5 EVO发动机啊 那相较于普通版的05呢 最大功率是提升了11匹 峰值扭矩呢,提升了30牛米 另外它的百公里加速时间呢 从6.7秒缩减到现在的6.5秒 那其实你实际上日常开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切的是舒适模式 你会发现说好像除了方向盘 要比普通版05更沉一些 其他方面看上去和05区别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开上这台车 你一定会忍不住打开它的性能模式 而性能模式下呢 才是它这台车本身的性格了 那打开这个模式之后的话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 主动式的阀门已经打开 这时候排气要更加的明显 另外呢,转速也会一直保持在一个高转 然后让你获得更大的扭矩输出 所以你在赛道上的时候 一旦踩下去油门 你会发现这台车动力来的还是比较迅猛的 并且整体的动力储备呢 也是令人满意的 那我们再来说说它的操控 在操控方面呢 我们刚才也说到 其实它你温柔的开呢 其实和领克05区别不大 因为它的悬架调校 初段呢还是比较软的 然后后段呢又是比较偏硬的 所以你真正激烈过弯的时候呢 它对于侧倾的抑制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刹车和油门啊 它的刹车和油门整体来说 调校都是比较灵敏的 尤其是这个油门 你踩下去之后的话 它动力响应特别的迅速 然后刹车距离方面的话呢 这台车的百公里 刹停距离只有34米 整体这个成绩在SUV里面已经算上是相当优越的了 那这台领克林5家整体的调校风格都是比较运动而激进的 这也符合它高性能的一个定位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日常使用情况的话 其实理性来说的话 它即便在舒适模式下 你也会发现 因为没有ANC的主动降噪 所以呢 它的排气会有一些低频的震动 而且在低速或者是拥堵状况下的话 过于灵敏的这个动力调校呢 也会让你有点不爽 但总的来说 如果你喜欢驾驶 如果追求驾驶乐趣的话呢 这台车肯定是能给你惊喜的 领克林2HB刚刚推出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说这台小钢炮兼顾了家用和性能 结果我觉得这台领克林5家呢 性格和02HB是差不多的 但是啊 所谓的兼顾家用和性能 不过是骗老婆和孩子 那这台05家呢 就是一台正儿八经的性能车 就是给喜欢05又渴望高性能的人来准备的 至于价格嘛 的确是要比普通版05贵 但是换来的性能呢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好了 以上呢 就是关于本期的领克05家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于这台车有什么观点和看法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们